屬著有很多強檔電影上映 不但是有好萊塢片 動畫片也佔據了一席之地 怪獸大廚的票房已經破了9000萬元 那麼柯南電影版也在三天內達到1200萬的票房 有業者推出了夏日動漫映畫季 集結了八部熱門的動畫片 要是引大家一起來看電影 大廚大廚 要不要注意我們的大廚換了紅色的衣服 圓圓的哆啦A夢帶著他的好朋友一起現身 身穿粉紅色連身裙的丫頭詹子晴 也特別打扮得像鏡香一樣 一起為夏日動漫映畫季拉開序幕 接連的暑假檔期 共有9部動畫片搬上大螢幕 日本的動畫就佔了4部 包括哆啦A夢 柯南 神奇寶貝和蠟筆小新 這些充滿冒險和驚喜的電影內容 都是瞄準兒童市場而來 因為其實最近有很多好萊塢的電影 的動畫片都會在台灣上映 那其實我們想要讓更多的台灣觀眾知道 其實不只於好萊塢 日本也有非常多各種各樣類型的片子 柯南在台灣上映不到一個禮拜 就賺進了一千兩百萬的票房 看得出日本動畫片來勢洶洶 在暑假期間推出動漫電影季 業者也準備套票方案 讓動漫迷能進戲院 觀賞各具不同特色的動漫槍片 優點TV 陳婷宇 楊青台北報導